馬鈴薯的顏色很漂亮啊 你要湯汁嗎? 欸,孩子,你要記得配菜喔 哈囉大家,我是Rita 暑假的時候有做一道醬燒排骨馬鈴薯 很多媽媽們都想知道做法 那加上孩子們現在去學校上課 活動量增加,胃口也增加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有詳細配方比例的食譜 今天用的是豬肋排 這邊大概有600多公克 買的時候可以請老闆切你要的長度 其他的食材在這邊 那詳細的配方比例影片下方有 首先冷水下鍋,汆燙排骨 加一點米酒去腥 水滾了,先關小火 檢查一下骨頭的地方沒有血水就可以了 來把排骨清洗一下 排骨洗好了 要確實瀝乾或擦乾喔 要不然等一下煎的時候容易油爆 先來炒糖色 這裡的冰糖有30克 加等量的油 炒糖色 炒糖色,注意火不要太大喔 不然會容易燒焦 顏色現在已經越來越深了 像這樣就可以把排骨放進來了 媽媽們,如果不炒糖色 也要用油煎一下排骨 這樣排骨會比較香 那炒糖色呢 它除了真香以外 也會讓醬汁的顏色 會比較漂亮 現在就把這個排骨放到鍋裡了 鍋子裡加100cc的醬油 一湯匙的米酒 一湯匙的米酒 600cc的水 加入一個蔥結 二十克的蒜頭 一個八角 兩片月桂葉 開火 滾了以後 先關小火 蓋上鍋蓋 先燉半個小時 時間差不多了 來試一下味道 好香喔 味道剛好 來切配菜 蔥花先切起來 起鍋的時候要加 把零薯切成大塊一點 然後紅蘿蔔 黃鍋切小塊一點 好香喔 現在可以先把火開大一點 現在已經滾了 一樣蓋上鍋蓋 轉小火再燉15分鐘 時間到了 馬鈴薯的顏色很漂亮 已經很鬆軟了 我想先來試一下 超綿密超入味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夾一塊排骨 試試看 現在肉也很軟爛了 來灑上蔥花 來灑上蔥花 今天簡單又下飯的 醬燒排骨馬鈴薯就完成了 現在就等著孩子下課回來吃飯 我忘記關火 今天又燉了這個排骨馬鈴薯 我好餓喔 我覺得你肉煮太少 好啦下次煮多一點 我聽到你吞口水的聲音喔 我要吃一塊肉 你給它兩塊肉 給它兩塊馬鈴薯 好啦 你要湯汁嗎 好 一夾就開了 這塊肉 我要等到最後再吃 不用吧 配飯吃啊 配飯吃啊 配飯再享受美食 欸孩子 你要記得配菜喔 嗯 好軟喔 好軟喔 那個食的飯已經快吃完了 好吃 哥哥在等你他還要 愛情 喔 還能吃嗎 我添不得啦 幹什麼 對 的